他想要拉开车门 可手臂却直接穿透了过去 他疑惑地把脚伸出 不料整个人直接坐进了汽车 这时两个警察突然闯入他家 不停地到处乱翻 他在一旁大声阻止 可对方却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 这时他才从两人的对话中得知 原来自己已经死了 只不过灵魂意外留在了人间 但他却好像失去了记忆 根本就想不起来自己怎么死的 又是被谁杀死的 尸体扔在了哪里 于是他只好跟着警察来到现场 直到看见自己的尸体 他的心才终于开始作痛 只见他被打扮成了性感的兔女郎 非常明显地先后杀 手臂上还被凶手刻下了一行代码 似乎代表着某种成就 为了弄清凶手是谁 警方来到他闺蜜家询问情况 本以为闺蜜会帮自己 详细地说出所有的人脉关系 但没想到他却一直在吐槽自己 还说其实跟他玩得不好 听到闺蜜的话他被气得不轻 一时间怒火不甘都涌上心头 而灯泡似乎也随着他的情绪闪烁了几下 他以为是自己的灵魂干扰了灯泡 于是想要以此为突破点向警方传递信号 但试了几次灯泡又毫无反应 于是他只能把希望寄托闺蜜 希望能说出几句有用的话 随后两位警察来到前男友工作的酒吧 把他死亡的情况告知 可没想到前男友不仅不难过 反而还满脸镇定说罪有应得 叫他以前天天批语自己 接着让警方检查自己的手机 说案发当晚自己都和新女友在一起 手机上的视频照片都可以证明 听到前男友刚分手就无缝衔接 怒火中烧的他狠狠地向前男友推去 却不料意外引发了一场斗殴 前男友和警察打了起来 但女人却欣喜若狂 因为她发现自己生气时可以触碰尸体 这就意味着她可以侦破自己的命案了 于是她立马回家 把所有可能杀害自己的人都挂到墙上 打算逐个分析找出凶手 接着又来到警局 看看自己的案子有没有关键性的突破 可没想到负责的两人压根不上心 竟然上班摸鱼吃起零食 看着此情此景她怒火中烧 一巴掌拍翻了水杯打算离去 可走到门口时却看到一位女警没有放弃 依然为她调查线索翻看物证 虽然没有实际性的突破 但她却受到了极大鼓务 立马跑回家开始再次分析案情 而这时桌上的一张照片却引起了她的注意 现在只要打出推荐我的家乡 就会出现当地的代表美食 快来试试你的是啥 她发现和闺蜜的合影上竟然有一条皮鞭 而这皮鞭正是案发现场绑着自己的那条 她瞬间明白了一切 原来闺蜜就是杀害自己的凶手 随后她无比愤怒地冲进闺蜜家 不断释放着怨气破坏闺蜜的物品 把闺蜜吓得手足无措连连后退 而这时闺蜜弟弟听到动静走出房间 大声骂她吵到了自己打游戏 却不料闺蜜说出了真相 闺蜜的话让她十分不解 难道凶手另有奇人吗 于是她走进闺蜜弟弟的房间 发现她根本没在玩游戏 而是打开了暗网的一个频道 这里的人都是杀人犯 在频道里互相分享自己的作案过程 这时她才恍然大悟 原来凶手并不是闺蜜 于是第二天她将一切证据装进箱子 放到了女警的办公桌上 并细心地写了一张纸条 让女警为自己翻案 看着箱子里的合影 以及游戏手柄上那串和尸体上一样的编号 女警瞬间恍然大悟 立马拨通了上级的电话申请抓捕 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天网灰灰疏而不失 我是兰兰 我们下期再见